疫情解封之后 电影院的出现人潮回归的荣景 台中百货业者历经了三年 筹备自营的影城开幕 吸引大批的观众 影城除了热门的院线片之外 另外规划了专门播放艺术电影 跟动漫的特色主题影城 打造观影全方位的空间 台中市的新影城在加一 黑白灰主色调 发式沙龙的空间 虽然是低调简约的设计 可是有最新一代的影音设备 抢在暑假的尾声 21号一开幕 就推出五元票价五百份 吸引观众来体验 影城内设有九座影厅 四百四十个座位 还特别规划两个主题影厅 一个专放艺术电影 一个是动漫 将为特定的影迷 全年无休 提供大师级的电影饗宴 陆续的推出一些知名的大片 或是一些独家的影片 或独家授权的一个动漫的影片 或是当代电影的影片 新冠肆虐期间 民众都窝在家里观赏串流平台 但是疫情过了 人潮逐渐回流电影院 毕竟戏院的包袱感 和大荧幕的魅力 还是无法挡 记者刘祺宇台中报道 大概是这一条 我抓到这条 并且认识也打回流平台